子儀香港申請登記結婚 汪峰頭條Get 我要讓你求為這世界的貴秀本 啊 你也不願意 哦 恭喜汪峰搶到頭條 可以娶回子儀了 今天香港媒體曝光 兩人的你結婚通知書 原來早在3月29號 就在香港秘密註冊申請結婚 通知書上住民職業住所 還有汪峰第一過婚 對啦 子儀早在2007年就入籍香港 汪峰也能以配偶身份成為香港人 據香港法律規定 抵交通知書後 三個月內是舉辦結婚儀式 預期作廢就得再重新申請 也就是說 兩個人要在6月29號之前 在香港玩威 啊 好巧哦 6月29號告訴汪峰44歲生日 估計這天舉辦婚禮的機率極大 子儀昨天在鮑梨出席飯店開幕 看起來心情差好的 今年2月汪峰砸500萬台幣 替子儀扮36歲生日怕 340乖乖的 但重點是這顆價值5000萬台幣的 9.15克拉贈見讓汪峰求婚成功 然後又傳出兩個人在北京京郊 砸6億台幣買下兩棟別墅 現場裝潢中 已經是一個即將成為夫妻的節奏 無論是生活當中還是事業當中 我期待著下一個角色 我也渴望有自己的小孩 你結婚期限還要兩個月 子儀再拼一點就看人氣人母 小媽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只是這個好消息 子儀經紀人慣性不接電話 汪峰經紀人則沒否認 只說不做無意 蘋果的Online 應該不是片頭條吧 報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玉芬 5月18號每晚9點 請鎖定蘋果日購 可以看到我最新的網路偶像劇迷途